大家好 南华我们在养护一段时间之后了 因为发苗数了比较多 那么整盆南苗的数量相对比较多的时候了 我们就要给南华进行一次分珠处理 那么就有话有比较关心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是秋天给他分珠好 还是春天分珠好了 那么其实要了解这些问题的话 我们首先了解春天分珠和秋天分珠到底有什么缺点 首先如果是春天分珠的话呢 这个时候大多了 这个新芽已经开始萌动了 可能有些新芽已经长得比较大了 那么如果我们这个时候分珠的话呢 就很容易碰掉新芽造成比较大的一个损失 而且新上盆的那个南柱啊 它有一个浮盆的过程 生长停滞的可能会有大概十几天到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会影响这个新苗的生长 而且春天分珠的话呢 因为它这个浮盆期 我们不能够给它施肥 但是呢 这个时候呢 这个老苗生长呢 又需要养分 如果没有及时的给它补充营养 又会造成这个老苗倒苗 所以这就是春天分珠的这个缺点 那么秋天分珠又有什么缺点呢 秋天呢 其实是南花生长最快速最旺盛的时期 这个时候如果给你的南花分珠的话呢 势必对它的生长啊 可能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而且呢 还会有大概十几天的一个浮盆期 也会造成呢 你的那个蓝珠可能会生长缓慢 再加上呢 秋天的时候 这个时候空气上就比较干燥 那么为了防止这个刚上盆的南花呀 缺水 那么管理力度呢 就要加大 新上盆的南花就没有圆盆了好管理 所以呢 可能会加重大家的一个负担 那么我们从春天分珠和秋天分珠的这两个缺点就能够判断出来 到底是秋天分珠好 还是春天分珠好呢 去总结出来的话呢 我们可以这样来判断 那么如果你的蓝珠盆数相对比较多的话呢 我们可以在春天秋天这两个时间段呢 各自分珠一部分 这样的话可以减少这个压力 那么第二个就是没有花芽的南花就尽量选择在秋天分珠 但时间呢可以适当的晚一点 最好就是在蓝珠啊 生长期呢即将结束 就是在逆冬前夕呢 再来给它分珠也是可以的 还有一点呢 就是如果蓝珠是一种壮苗 就像这一种呢 是比较壮的情况的话 我们可以适当的在秋天分珠 但是如果是弱苗的话呢 我们可以选择在春天来分珠 这样了解的这些之后呢 大家就能够轻松的判断出 到底是春天分珠好 还是秋天分珠好了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